其實每一個都是這樣開始的嘛 看人家玩樂器就覺得好像蠻好玩的這樣子 不知不覺就走上這條路 沒有人教我 每一件事情都是新的 薪水五千五你要不要 啊五千五 一場台幣兩百塊 以前吃麵大概兩塊錢吧 一碗麵 我的時間是來趕客人的 你可以留幾層 國台語連歌仔戲我們也會談 一定要有沒有聽到那句就覺得怪怪的 我通常要用的樂手 要有點像軍隊化的那種 沒有這種人我就不用了 音樂可以大家可以交流可以交談 這好聽音樂它是音樂嘛 為什麼把它分那麼多 它的無聊就開始變了 然後我就變 大家以為我是天才 事實上我是提早做功課 每一場常常都是在挑戰 我沒有可以休息的時候 我很喜歡練 你不會停在那邊 幻想這個東西要怎麼樣去處理 你的作品裡面有生命的故事 我覺得那出來的作品 會很容易打動你的心 你說真的唱片找到盡頭嗎 它可能是個轉捩點 音樂要再怎麼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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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要做一些好東西吸引人 我們這一輩子所 累積出來的那些能量 我想足夠我們下輩子在幹音樂 róx踩 鼓掌 高音樂要再怎麼走 提供